Hello大家好,这里是娱乐热榜,为你每天带来不一样的娱乐事件,首先,请给小编点个赞吧! 他,嫁给他,一生一世守着他,所以,当周生辰提出要订婚的时候,时宜丝毫没有犹豫就同意了,婚后甜蜜,周生辰是一个含蓄内敛的人,但丝毫不影响他对于自己妻子的宠爱,他对时宜的爱,从不掩饰,每一次在时宜需要帮助的时候,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的人,而且,周生辰无需时宜开口,送礼物,分财产,从来没有缺过, 这样贴心的男人,虐吗?作为周生辰的妻子,他甚至不需要跟着周生辰早起吃早饭,为什么人家伦会觉得虐? 时宜和周生辰结婚以后,遇到过几次的惊吓,也曾经被婆婆勤婉刁难过,虽然最后都有惊无险,但对于演员而言,想表演当时的心境应该也是不小的压力和挑战吧? 第一次见面,今晚这个婆婆就给了时宜一个下马威,借口家里不开灶,让周生辰带她出去吃饭,之后,更是因为她的不认可,时宜一直被大家称作时宜小姐,而非大少奶奶,婚后的相处过程中,时宜也受过几次的惊吓,和周文姓游湖时落水,紧接着,就是时宜中毒事件。 大结局时,时宜从楼上跌落负伤,这应该是人家伦最大的一次哭泣吧,期待一生一世。